花椰菜怎么洗才干净呢?不少发现,西兰花看似很前净,其实里面藏着很多小虫和灰尘,如果要彻底清洗干净,必须费很大的功夫。 很多买了花椰菜后,回家清洗的时候发现上面有很多白色丝网,而且还有一些灰白色的小虫子,看上去相当到胃口。 有些选择用很长的时间和精力去清洗,有些干脆选择不吃。 但是花椰菜口感爽脆,营养丰富,要抛弃这样的美食实在是太可惜了。 有没有什么清洗西兰花的方法,可以将里面的虫子和脏东西快速清除呢? 有些餐厅尝试用消毒水浸泡花椰菜,然后清洗,控水。 里面的小虫虽然死了,但还是在花椰菜里面,清洗的时候也是很麻烦,而且这种方法也不健康。 其实清洗花椰菜最好的方法就是用盐水浸泡。 首先准备一个有隔水层的洗菜篮子,然后将花椰菜按照本身的组织结构,用小刀一小朵一小朵的切开,放入篮子里,用流动水冲洗二横线三遍。 准备一包食盐,篮子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,放入较多的食盐,然后放入花椰菜,浸泡15横线20分钟,接着就可以看到有虫子浮出水面了。 盐水浸泡花椰菜这个方法不仅可以将虫子泡出来,而且还能保持花椰菜的鲜味,也不怕营养流失。 此外,你也可以试试用桃米水来清洗花椰菜,去除表面的残留的佳药。 在花椰菜的花垒中,很容易藏有菜虫和农药,不易洗净,以下提供一个有效的洗切处理。 一,将花椰菜原颗洗净,可用淡盐水掠净,再切成小朵,二,精不可切成小块铜煮,三,将切好的西兰花放入加盐滚水中超至断生。 喜欢这篇文章吗?喜欢的话就分享出去吧!给更多看到哦! 中文字幕by索兰 notico.com